我現在只有到八列 可是如果未來你假設了,又增加了三列好了 假設這樣子 把它放到這個底下 那你會發現,清除它會變成清上面,下面不清 那怎麼辦呢?剩下你就要手動清 然後剖析的話,剖析到這裡 那其他怎麼辦呢? 自己手動再做一遍 那當然就不合理了,所以 所以聚集錄製完之後,接下來可能就涉及到 你要去修改程式的問題 那修改程式的部分的話,那就會難度會比較高 這個部分就牽涉到VBA了 OK,所以 剛剛在講到這邊,就變成說如果要再跨這邊越級了 所以我有先預告一下,如果下一期是高階課的話 那就可以講這部分 那當然我可以先講一下 如果說你對於這部分 希望能夠解決這個問題其實很簡單 主要是解決什麼 它錄下來的東西,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錄製哪些東西啊 剛剛那個資料補析碼有一個編輯對不對 那編輯裡面關鍵的地方在哪裡 就是Range Range指的是,把字稍微放大一下 工具裡面有一個選項 選項裡面有一個撰寫風格 裡面有一個字,把它稍微放大到14好了 OK,稍微放大一點點 那你會發現它其實 VBA其實都聚集了 錄下來其實就是Range物件 這個是一個物件名稱 Range,顧名思義碼,就範圍 範圍哪個範圍呢? B2到B8.slater 應該都可閱讀了 其實程式裡面就是一個很直序的一個語法 那裡面的話就是選取完之後 會產生一個slash5件 去幫你做什麼呢? Test to column 意思是做什麼? 文字變成藍 那當然就後面有一些參數 那關鍵的地方如果說你希望怎麼樣 你看,將來自動幫你偵測到第11列好了 那那你怎麼辦呢? 總不可能說在這邊把它改成11吧 如果你現在改11是OK的 可是如果你又增加 那未來你不是又要跑來這邊修改嗎? 所以一般我們會怎麼做呢? 讓它去偵測後面的這個列到哪一列? 那那個寫法的話 通常是這樣啦 本來是8 那我需要一個偵測的一個變數 所以我會寫在上面 不過這可能有點稍微小難 有點小難度喔 所以我大概寫 不過你們大概能夠跟就跟啦 如果不能的話你就參考一下 用哪一個儲存格呢? 用range 這個B B2的儲存格向下偵測 那寫法的話就是從B2 這個儲存格呢 幫我點end end是它的那個邊界到哪裡 前刮弧是向下 所以前刮弧會有上下左右 那這邊的話就有向下 然後刮弧 讓我知道一下 它最下面一列是哪一列 所以後面會有個屬性是row 這個時候呢 我就抓到它最下面一列 把它放在那個r r裡面會放11 當然這個數字是會變的 比如說你資料增加 它一直都增加 然後呢就把那個 這個8有沒有 把它改成r 不過你不能直接把那個r放進來 因為8的話 裡面是一個字串 字串跟變數要串接的話呢 跟那個eSale裡面的公式一樣 要end end r 那在VBA裡面多一個就是end的前後 必須要多空白 大概就這樣就可以了 程式寫完了 應該可以懂那個邏輯啦 只是說你熟不熟悉 這個東西而已 那一樣的方法 清除的部分 我把 我把 30號前面這裡刪掉 其實到底一樣嘛 這個8有沒有 所以你可以把把乘式 這邊做一個什麼呢 複製 抓到r 然後呢 再來把那個8的部分 這個8有沒有 e8有沒有 把它一樣改一下 改成什麼呢 改成 這個end r就可以了 或者自己打一下也可以 end r 好 程式寫完了 那剛剛呢 它不會隨著變動 可是現在會不會呢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如果你改完這兩個地方 清 清除一樣 然後這要剖析 確定 有沒有 它跟著跑 然後呢 清除 清除完了 就這樣而已 OK 其實 所以如果是聚集完之後 後下一個階段 如果你要讓它變得更有彈性的話 你就要再接著上 下一個階段的課 然後OK 再當然 可能看自己的那個興趣啦 不過我覺得學這個這還蠻有趣的 而且未來 那個 整個大方 台灣的大方向 107年課綱 已經把城市設計列為國中跟高中必修課程 OK 所以以後 你們的 下一代 每個人都一定要學城市設計 所以如果你要跟得上腳步的話 這個也是一個新的 OK 那請各位 也許 參考一下那個 我剛剛講的部分 那修改的地方 稍微比較 比較難一點 選一下 編輯 編輯一下 然後我就改兩個地方 OK 改那個 這個 R 跟一個 這個地方 OK 所以 這是因為剛剛同學問的 不過這個問題是非常好 因為 你一定會遇到 而且未來 只要寫VBA也都會遇到了 那這樣的話呢 自動會抓到你最下面一列 當然一樣的方法也可以抓到最右邊一欄 然後自然的話 你可以把你整個 比如說你希望做的那個資料的範圍 自動去做一些什麼事情 比如說做一些格式的設定的話 那就會自動全部幫你完成 然後 OK 一鍵完成 所有的報表 我想也不是什麼太太困難的事情 但是前提也許你可以先從 了解聚集開始 那有些程式不會寫 通常有時候也是先把聚集錄下來 再來修改 也是一個方法 OK 所以 是 大小寫沒關係 我的習慣是先打小寫 如果打完小寫 移開 它會自動幫你把第一個字變大寫 但如果你移開沒有變大寫 那應該是你打錯字 OK 那你應該指定那個R是要 一定要R還是錯 沒有 這個R是自己取的一個名稱 隨便取的名稱 那個R的話 不見得一定要就是這個名稱 只要那個名稱 不要是那個程式裡面的保留字 所謂的保留字就是可能像什麼for nest if 這種 比較 就是會用到的這些常用字 那你可以用abc 或者是xyz 都可以 OK 好 這裡的話我想各位 如果有興趣的同學可以了解一下修改那個 聚集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我想就先把那個 錄製聚集的部分先告一個段落 那其他當然還有一些修改 不過我想講下去應該就沒完沒了 好 那接下來的話呢 請各位就是 再來做有關那個邏輯判斷的部分 邏輯 沒什麼 有關那個 我們就先說 來吧 有關那個 可以 我們先說 直接用來 可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